耶誕家節就快要到了 除了各地有不少的慈善團體 會在寒冬送暖 比方在西班牙 是有耶誕老人的慈善路跑 為火山受爆發的受災戶來募款 而在巴西是有耶誕老人到偏鄉 來探視貧困孩童 上千位民眾打扮成耶誕老人的造型 在西班牙首都馬德利市中心 參加路跑 而這項慈善路跑 其實是要替火山 爆發的受災戶募善款 為在西班牙加納利群島的 拉帕馬島火山爆發 造成上千人被迫疏散 至少有兩千九百棟建築物遭毀損 天災造成許多人失去家園 然而家節僵致 慈善團體希望透過路跑活動 募款幫助受災家庭 耶誕老人不搭雪橇改搭小船 巴西亞馬遜河岸邊 孩童們不斷揮舞著雙手 興奮迎接 紅白相間的服飾 與翠綠的叢林形成強烈對比 耶誕老人長途跋涉 搭了三個小時的船才踏上陸地 儘管酷熱難耐 他們每年都堅持拜訪 生活在偏鄉的貧困兒童 送上禮物 俄羅斯救難隊的成員化身為冰雪老人 利用垂降裝備悬掛在窗邊 而另一位雪姑娘則是搭著雲梯車隔著窗戶探視兒童醫院裡面的病頭 在寒冷的冬天裡 親自送上早日康復的祝福 收到卡片和禮物的六百名孩童 也展開笑顏 度過一個難忘的節日 公視新聞本編譯